印度始终处于分离的边缘 对中国压根儿构不成危险 从阿萨姆邦闹毒立刻见一斑 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连 这个邦再从以前是我国的一部分 现在却变成了印度的领土 而且时至今日 阿萨姆邦不管从文化认同上 还是国家认同上 都不认可自己属于印度 但是印度却始终不肯放弃阿萨姆邦 阿萨姆邦曾多次要求独立 但是这样的要求 被印度用尽各种方式打压了下来 阿萨姆邦到底为何要从印度独立 他们为了独立做出过多少努力 如果阿萨姆邦成功独立 印度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说阿萨姆想要从分裂出去 不如说分裂始终是印度各个地区的主旋律 因为不仅仅几乎不和印度接壤的 阿萨姆邦想要分裂独立 印度的历史进程中 其各个邦国一直都有闹分裂的传统 印度这片土地上 除了孔雀王朝、莫瓦尔王朝外 大多数情况下 印度都只是这一片地区的一个地理名词罢了 在英国来到印度进行殖民统治之前 印度有着零零总总的多个小的邦国 英国进行殖民统治之后 才把印度这一片统一成一个国家 形成了英属印度 在印度独立之后 印度的开国总统尼赫鲁 认为当时的印度 应当继承大英帝国的在印度的一切权益 在尼赫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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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地的压迫也十分严重 印度政府的阿萨姆步枪队 至今仍在实行特别军事管制法 这个法规规定 陆军军官对自己的行为有法律豁免权 也就是说 如果阿萨姆步枪队的任何人射杀了平民 也不会被追究行使责任 所以东北各邦和印度的关系实际上也不好 经常争来斗去 例如今年6月份 阿萨姆帮就和南边的米索拉姆帮展开了军事对抗 双方用上了枪械和手榴弹 烧毁了多件房屋 万幸没有太大的人员伤亡 局势的混乱导致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 增加了分裂的风险 而且目前摩迪似乎也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举措 来阻止局面继续恶化下去 2019年摩迪成功连任之后 修订了公民身份法 规定从巴基斯坦 孟加拉果等来到印度的印度教徒 希克教徒和佛教徒 都可以获得印度公民身份 但是穆斯林不可以 此法一出 摩迪就将印度的各种矛盾 全部转嫁到印度主体民族和穆斯林的矛盾上去了 但这种利用民族主义制 我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